用力换力 用力换力 用力换力换力 我呢是说相上的 给大家呢 简单的讲这么一个小笑话 也不能说多可乐啊 现在流行这个冷笑话 您听我讲这个笑话到底有多冷 您要是觉得冷呢 您给我鼓鼓掌 您鼓励鼓励我 谢谢 在这个世界上 有这么一个动物王国 里边什么动物都有 什么狮子大象啊 猩猩啊猴子呀 这些个动物 都在一片大森林里 自由自在的生活 突然有一天 传来了一个消息 可以来说 对整个森林 包括整个物种来说 都是一个噩耗 说有一天啊 大象啊 甚至长鼻子 正卷草吃呢 突然呢 不小心啊 卷到了旁边有一本书 卷起来这么一看 坏了 打个书啊 写这么几个字 这书名叫什么呢 死亡笔记 这个消息 整个森林就传开了 可了不起啦 快来呀 大象得了门死亡笔记呀 看看上面有谁的名字呀 有谁谁得死啊 名字传开了 首先第一个 绷不住的是谁呀 大犀牛 大犀牛嘎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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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找大象 那这是猪啊 大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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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看看 那个死亡笔记上 有没有我的名字呀 大象说 你先别跑 我给你看看 拿着死亡笔记来 有 写了呢 大犀牛 大犀牛一听 扭头就跑 转过天来 大家伙得到一个消息 犀牛死了 所有的小动物 都非常的恐慌 第二个蹦不住的小动物 是一个叫兔子 兔子就来了 兔子跑大象那 大象 大象大象 你看看 你看那个 那个死亡笔记上 有没有我的名字 我叫小白兔 大象翻死亡笔记 一窍 有你 小白兔上面写着呢 大象 那你能给我划了吗 大象